上个视频咱们讲了在粗糙地面上拔河的问题 胜负决定于双方受到地面的摩擦力 那如果在光阀的冰面上拔河 摩擦力忽略不计 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这一次没有来自冰面的摩擦力 所以甲乙两人都只受绳子的拉力 还是忽略绳子质量 于是这四个力大小都相等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加速度A就等于FB上M 外力F相同 质量小的加速度大 也就会先越过分界线 而输要比赛 所以质量大的人会赢 分析清楚了冰面拔河的关键 现在我给你四个选项 你能判断哪一个对吗 一个一个看 A 甲对绳的拉力 与绳对甲的拉力 是一对平衡力 这两个力就是图上的F甲和F甲撇 它们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不是平衡力 所以A错误 B 甲对绳的拉力 与乙对绳的拉力 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这两个力就是图上的F甲撇和F1撇 它们是一对平衡力 不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所以B错误 C 若甲的质量比以大 则甲能赢得拔河比赛的胜利 根据刚才的分析 甲质量大就会赢得比赛 没问题 C 正确 D 若以收绳的速度比甲快 则亦能赢得拔河比赛的胜利 用手收绳 并不影响双方受力大小相等 这个事实 因此质量大的人会赢 这个结论也不会改变 收绳速度与比赛胜负是无关的 因此D错误 综上所述 问题最后选C 你做对了吗 除了在冰面上拔河 还可以把拉力改成推力 研究冰面互推问题 甲令两人与冰面间的动摩擦因素相同 猛推的一小段时间里 由于冰面的摩擦力远小于互相推力 冰面摩擦力可以忽略 如果甲在冰上滑行的距离比一远 这说明什么呢 先看推的过程 首先这两个力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大小一定相等 其次还是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质量轻的加速度就大 在分开时刻 他获得的速度也就更大 分开后冰面是两人减速 这个人受到的摩擦力 就是μ乘支持力N 而支持力N和重力Mg是相等的 因此加速度大小就等于这个力除以M N就是Mg 所以A就是μg 与质量无关 由于他俩的动摩擦因素相同 因此这两个加速度大小也是相同的 所以出速度大的人会滑行更远的距离 也就是说质量轻的人获得的出速度更大 滑行的也更远 现在来看看选项 A在推的过程中 假推移的力等于以推甲的力 B在推的过程中 假推移的时间小于以推甲的时间 这就是图上这两个力 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因此它们大小相等 作用时间也相同 前者说明选项A正确 后者说明选项B错误 再来看C 在刚分开时 假的出速度大小 大于以的出速度大小 假是滑行距离远的那个人 根据刚才的分析 他的出速度比较大 C正确 最后看D 在刚分开时 假的加速度大小 小于以的加速度大小 刚才分析过 分开后 两人的加速度大小是一样的 因此第一错误 也就是本题选择AC两个选项 以上就是光滑面上的拔河问题 以及变形 不计绳子质量的情况下 拔河双方受到绳子的力 一定是大小相等的 由纽顿第二定律可知 拔河胜负的关键 决定于双方的质量 冰面上互相推开的过程 可以看作拔河问题的变形 同样由质量决定滑行的情况 你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快刷题去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